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3月22号报道说 一名年轻的中国大陆医生向他们透露 中国医生在重症监护室ICU里进行一级谋杀 这名医生说 他2011年1月份 在江苏一家医院的ICU实习时 亲眼看到一位老人住进ICU四、五天后 因为医疗费达到5万元 而家属又不愿意交 因此被ICU的副主任直接从静脉 推进去了两支绿化钾和两支诺贝林 终结了生命 因为在大陆的医疗体制之下 ICU病人欠的医疗费用 给科室的医生和护士负担 从每个人的奖金里面扣 这位医生说 ICU的副主任给老人注射药物时 科室里所有的人都若无其事 两个抬单价的人也是轻车熟路 他说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孤寡老人或子女不在身边的 疫情加重被送进ICU 不及时交费的 全部都是秘密的杀死了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日前在推特上发文 毫无根据的说 中共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中国 引发美国朝野的愤怒 3月22号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 批评中共政府在美国百姓 面临着重大挑战时极力的启动 不诚实的造势行动 居心叵测 据说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声明 点名批评一个国家说谎 是史无前例的举动 同一天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 则在美国有线电视 HBO的新闻节目Axios中表示 他一直都坚信散播新冠状病毒源头 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的谎言是疯狂的 他还声称 他代表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政府 不代表个人 Axios分析说 崔天凯明显的是在与赵立坚撇清关系 这是中共驻美最高官员 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中共肺炎 近期在全球蔓延的势头十分的猛烈 趁着各国忙于应对疫情之际 中共大外宣大肆宣扬中共政府如何慷慨的捐助其他国家 但都被揭露出是谎言 评论认为中共刻意输出所谓的慈善外交 是为了愚弄中国百姓 也是为了在国际上逃避责任 由马来西亚华人工会收购的华文媒体中国报 3月2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捐大马一千万个口罩的报道 声称工程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有所说 疫情大流行之际 马来西亚将获得中国捐赠的一千万个口罩 但是其他媒体报道 法迪拉当天说的是向中国购买一千万个口罩 此外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兼任马华总会长拿督魏家祥 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谈到 政府疫情对策时也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第一批 将首先向中国采购一千万片口罩 马国民众Soul Munkang表示 这说明这批口罩并不是由中共政府捐赠 而是马国政府与中方交涉购买的一批医疗物资 Soul Munkang认为 这件事是中共大外宣在明目张胆的扭曲事实 明明是大马付钱才能买到的口罩 却被说成是中共送的礼物 稍后中国报将标题和报道中的捐改成了供应 中国报本身也是中共大外宣的一份子 因为好多中共所说的海外有影响力的这些报纸 都是中共直接去资助的 甚至它直接去派人去在海外办的 中共就基于洗白自己 要转移不关是国内的民众对它的不满 而且要转移国外舆论对中共责任的这个关注 所以它用的这种宣传 这个所谓捐赠啊什么之类的 此前不久 中共官媒也大肆宣传 向意大利派遣了大批医疗专家组 并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 结果意大利《罗马Efolio日报》报道披露 中共所谓的向意大利送暖 其实是假新闻 报道称 中共只是派出了十几人的医疗队到意大利 而中共寄来的口罩等医疗物资 也都是意大利花钱买的 并不是中共捐赠 中国赴意大利的医疗队原来队内宣传什么 一省包一国 其实只去了几个人 十个人都不到 去了几个人 他根本就不进那些医院里边的那种污染区 也就是那种危重病区 不穿防护 戴着普通的那种一次性口罩就可以交流的环境 他怎么去一省包一国 然后带去的所谓31吨的医疗物资的话 那些呼吸机是人家买的 然后你在新闻联播里对外播发的都是说 我们捐赠的物资 援助的物资 都是这样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 中共喉舌公开宣扬假新闻的目的 是为了愚弄中国百姓 也是为了逃避责任 胡佳批评 中共为了凸显所谓的伟大光荣正确 经常操控媒体在新闻宣传上信口开河 意大利前通讯部长加斯帕里 在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批评中共造谣 他说中共没有送我们任何东西 所有物资都是我们付钱的 他并批评中共肺炎疫情爆发时 中共政府没说出真相 甚至不断拖延并散布假消息 毒害全球 加斯帕里认为 中共是地球的毒瘤 呼吁欧洲国家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由阳光卫视集团主席陈平微信 转发的一封公开信在网络上热传 这封公开信呼吁紧急召开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习近平的功过去留 目前当局严密监控网络言论 这样的文章 能够在审查及言的微信平台上流传出来 引发关注 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 上周末在微信群 转发一篇没有署名的公开信 信中表示 鉴于当前中共肺炎疫情 国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 强烈建议立即召开 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封公开信对当局的执政 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首先针对外交方面 质疑当局在国际关系上四面树敌 恶化与美国的关系 对非洲等落后国家大撒币等政策 对中国是否有利 在经济方面 公开信则认为应该讨论国进民退 国家介入经济的程度 以及金融监管透明等问题 而在政治方面 公开信提出应该明确党大还是法大 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 是不是应该落实执行 为了短期的稳定 是否可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否实现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 司法是否应该独立等等 此外公开信还提及了对台湾的关系 到底是统一重要还是和平重要 以及在香港问题上 是香港的繁荣重要还是中央的权威重要 是否应该允许香港实行完全的地方选举等等 目前疫情当前 当局加紧了对网络言论的封锁 这样的文章能在审查基研的微信平台上流传 令人惊讶 这封信它之所以能够出台 并且还能够形成一定的舆论规模 在它的背后 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势力的支持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从贸易战失利到香港事件的受挫 再到瘟疫爆发应对失策当中 客观上已经使中共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也严重地冲击到体制内 诸多权贵阶层的利益 转发者陈平本身也属于红二代 目前旅居香港 美国真音23号的报道引述陈平的话说 他只是昨天在微信群中收到了这篇公开信 顺手转发不知道作者是谁 但是陈平也表示 这份建议反映了当前很多人 尤其是体制内人士的想法 除了红二代 这封公开信开篇就建议政治老人 参与评价习近平的功过去留问题 并认为应该讨论是否回到 邓小平当年所谓韬光养晦的路线 外部的环境越险恶 越容易引发中共高层的分裂和争动 但是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在呢 换所谓的开明派韬光养晦派上来也没有用的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是群起搅共 和邓小平那时的国际绥静的大环境差别太大了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 其实写这封公开信的人核心目的是保党 而现任中共高层至今为止采取的策略 也是为了保党 二者只是路线不同而已 二者的动机和他们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即便这封信提出的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实行 也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中共的危机 因为中共现在面对的这个巨大的危机呢 是这个体制它的演变走向了一个必然 即使是真的换了人 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指标之举 唐靖远认为当前在习近平还掌控着军权的前提下 反对势力要想在党内发起一场罢免行动 成功率仍然很低 但是中共政治老人从来没有真正放弃影响力 只不过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 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决策 因此习近平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 要想真正找到出路 唯有解体中共 作为中共肺炎疫情最初爆发地的武汉 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封城状态 中共当局始终没有解释中国疫情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而是将疫情源头的舆论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继美国之后 中共刻意扭曲意大利疫情可能早在10月底或11月份就已经爆发 这案是中共病毒 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的 中共野蛮疫情 让全球跟着受难 为推卸责任 中共当局不断改口病毒的来源 去年12月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等8名医师说有不明肺炎出现 中共已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为由 警告他 并要求他签训诊书 同时对外宣称 李文亮的讯息是假的 结果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明肺炎在武汉大爆发 今年1月2号 中共海军工程大学 警通勤募连下发 严控外来人员禁校的通知 根据关于实施防控不明原因肺炎措施的请示 海公公298号文件指示精神要求 明确外来人员严控入校 也就是说 中共海军早在2019年底 就已经知道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疫情 1月5号 上海公公卫生临床中心实验室 发表全球首个武汉病毒基因排序 中共当局隔天已整改的理由关闭了这间实验室 1月12号 中共向世卫组织通报 根据相关证据高度提示 本次疫情与在武汉一个海鲜市场的暴露有关 1月23号 武汉市因疫情失控而封城 1月26号 中共首席生化武器专家陈薇少将 奉命进驻武汉病毒研究所 接管武汉P4实验室 2月14号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 特别提到了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 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 引起外界关注病毒是否来自于实验室 既然是这样的话 人们就有理由去怀疑 你的动机 你是不是人为的要来制造一场灾难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推断 但是这种推断本身 中共你能不能讲清楚 能不能自证 你是无辜的呢 中共崴脱不了外界的质疑 于是开始制造舆论 炒作病毒来自美国 中共甩锅惹怒了美国政府 总统川普更直接了当的说 病毒来源就是在中国 就叫中国病毒 中共一系列甩锅 使美中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现在中共当局又把黑锅甩给了意大利 3月21号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声称 意大利医学专家朱塞·佩雷穆奇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意大利可能早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 就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 这意味着 在他们知道中国疫情爆发之前 病毒就已经至少在意大利 传播了 中共刻意扭曲成 意大利疫情可能早在10月底或11月就已爆发 暗示中共病毒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的 中共当局始终没有解释 中国疫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是不断的制造舆论 以及扭曲引用外国人士的说法 将疫情源头来自中国的舆论转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的灾难事件 绝大多数都是人祸 那么中共也从来没有为任何的一次灾难事件 承担过责任 甚至哪怕是道歉 那么这一次的武汉病毒 因为已经是蔓延到整个世界 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中共一定会想尽办法在国际上推卸责任 评论认为 中共当局深怕被各国追究责任 不仅高举被收买的世卫组织的说法 还将舆论矛头指向美国与欧洲重灾国 借此淡化最初隐瞒疫情的罪责 旅美作家曹长青说 川普强调病毒来自中国 这种说法得到七位科学家的背书 他们在国际期刊《科学》联合发表论文指出 根据电脑模型测算 武汉封城前高达86%的感染者没被记录在案 这个大基数群体隐秘而迅速传播病毒 曹长青说 如果中共当时立即公开真相 武汉疫情绝不会那么惨烈并蔓延全球 中共肺炎疫情在伊朗形势严峻 除了意大利西班牙 瘟疫也循着中共的一带一路悄然进入了伊朗 并在中东开支散业 那么下面就要我们来继续关注伊朗与中共的密切关系 目前在全球确诊中共肺炎的国家中 伊朗排名第六 伊朗卫生部近期估计 该国每小时就有50人染疫 每10分钟死亿人 最先爆发疫情的库姆 据说尸体成堆 库姆有众多受中共支持的基建项目 有许多中国工人负责建造 《华尔街日报》指出 以库姆为中心的与中共的重要联系 一直是伊朗面对美国制裁 而不止于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种关系正受到考验 病毒的确切传播路线还不清晰 但伊中的战略伙伴关系 催生了众多潜在接触者 助长了病毒传播 有专家形容 这种关系现在变成危害极大的炸弹 中国疫情爆发后 伊朗政府率先声援 还称要与中方并肩作战 伊朗用的大部分检测试剂盒 目前由中共提供 而伊朗政府除了被披露出 学习中共隐瞒疫情封锁维稳 还拒绝美国援助 它使伊朗不但接受中共的医疗的援助 它也全面复制了中共式的 这种封锁疫情包办防疫的这种模式 它最终带来的结果 必然就是隐瞒疫情的真相草菅人命 在疫情爆发前 伊朗长期与中共关系密切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 伊朗与美国等关系紧张 中共则成为伊朗后台 美中贸易战 伊朗力挺中共 指责美国 香港反送中运动 伊朗发声明支持北京处理香港 并谴责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 重新制裁德黑兰 中共明确反对 除了直接向伊朗出口导弹 战斗机和潜艇等高端武器 中共还一直暗中支持伊朗的核武研发 近年来 中芯和华为公司违反国际禁令 向伊朗提供敏感的军事或民用技术 履遭美国政府制裁 而石油则是双方关系的关键环节 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进口国 即便联合国和美国为遏制伊朗的核武威胁 多次对其实施经济制裁 但中共仍违反贸易禁令 大量进口伊朗石油 从经济上支撑伊朗政权 中共还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的投资 2016年 中共国家开发银行与伊朗签协议 中方将提供多达150亿欧元融资 2017年 中信集团向伊朗五家银行 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用于基建 去年有报道指 中共将在伊朗投资约4000亿美元 中共国企在伊朗各地也很活跃 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由中信集团乘建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正投资27亿美元 修建一条穿越库姆的高速铁路 另外 国际盟友不多的伊朗 于2018年加入中共一带一路 去年开始 伊朗允许中国人免签 去年中方派出超过2000人到当地承包工作 不过 一带一路热钱未到 中共瘟疫已悄然进入 香港媒体引述分析指 这次病毒寻一带一路引入的可能性极高 因为一带一路引进大量中国工人做基础建设 商人往返两国做贸易 使病毒传递快速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元指出 伊朗的亲共不仅是商贸往来密切 而是在意识形态上亲共 伊朗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中东版本的朝鲜 甚至可以说在国家战略上 比朝鲜还更亲近中共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像台湾和香港等地区 它们和大陆的这种商贸联系 其实要比伊朗还要密切的很多的 但是为什么台湾香港的感染数量非常的低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态上 在就是这个地区的民众 他们普遍的都反共 它恰恰就说明 就是中共病毒这个本身 它出现了一种针对性 它就是针对中共而来的 而这次的中共病毒也似乎更针对于伊朗高官 过去几周至少有两名副总统数十名议员和高官 确诊感染多人死亡 唐靖远认为 这说明伊朗政府的亲共表现特别严重 如果不能及时认识到中共病毒的特点 恐怕疫情还会继续恶化 共产党控制的不是病毒而是消息 下面请看赵培为我们带来的微视频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2020年3月18号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重启国防生产法 这个法案是一个战事法案 美国政府可以绕过反垄断法的种种性质 直接和私人企业合作生产所需要的物资 就目前而言 主要是应对中共病毒所需要的这个医疗物资啊 比如说口罩啊 呼吸机这些东西 美国也加强了和盟国的合作 最新消息是台湾美洲为美国提供10万只口罩 而美国向台湾提供30万套防护服所需要的原材料 美国通用车厂也在考虑不生产汽车 生产呼吸机了 国防生产法 这个是1950年 美国应对共产党发动了朝新战争而诞生的法案 70年之后被应用于应付中共病毒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中共还跟个二傻子一样蒙在鼓里 3月20号 中共新闻部发言人威胁全世界 那就跟菜市场门口吵架一样 他宣称啊 谁要说中共制造病毒 就不要用中国制造的口罩 那么请说这种话的人 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 不要穿中国生产的防务服 你清醒一点吧 马上大家都不用了 中共到处宣称 他的措施好 让全世界抄作业 也就是只看微信的人 才信这个鬼话 中共扯着嗓子喊的目的是 聘全世界的钱 可是那些投资者上当的不多啊 现在美元指数已经超过100了 也就是强势美元 这说明啊 在灾难面前 全世界人都想拥有美元 美国就是信心 3月15号 美领储和加拿大 英国 日本 欧洲 瑞士的央行 进行美元互换 3月19号 又和另外9家央行进行美元互换 但是就没有中共的央行 这个互换有什么意义啊 美国是防止盟友家里没有美元了 货币出现问题 所以发给他们一点美元 大家互换一下 那么美国面对中共病毒啊 是想着发的 发钱让老百姓度过难关 中共是想着发的 让老百姓捐钱 中国人不自救也就没有办法了 武汉封城20多天之后 中共才开始为短期滞留武汉的人发了点钱 至于那些长期在武汉打工的人 只能依靠志愿者送的物资度日 很多人流落街头 3月12号 湖北孝赶人上街抗疫之后 武汉人才能吃上中共分配的免费鱼 也就是说 中共在瘟疫期间 把整个经济体制退回到了供销社分配制度上 中共所谓的复工也是让富士康这些大企业复工 目的是为了保证苹果手机等大订单的供应 至于小企业的复工可以说是十分劲难 就拿口罩生产来说吧 中小企业都可以生产 但是外交部威胁全世界啊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敢下单给中国呢 共产党就是在祸害中国人 据说他现在还要搞50万亿的大工程 你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借债搞腐败而已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50万亿发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 一个人领3500元人民币 大家可以安心在家度日 这50万亿最后的结果是被各个利益集团给分了 留给中国人的是一个烂摊子 也就是物价飞涨 这里最后要说一点是 中共所谓的控制并不是指的是病毒 而是指控制消息 也就是说有感染者也不报不说了 那么整个大陆也就退回了12月份武汉的状态 它具体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说一个例子 加拿大人赵某1月份在北京死亡 中共可以出的死因是心脏病 但是这个人在死禽表现出明显的肺炎症状 赵某在加拿大的妻子就不服这个死因 要求开关验室 中共为了掩盖疫情啊 它在未来甚至会信致中国人出国 所以那些听信了中共谎言回国的人呢 会到第二次美出不了国了 那么面对中共病毒退党自救才是明智的选择 谢谢大家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